山西鄉慶安水島以及白棧角是中華第一名的景點 現在很多民眾的電影前方出場 產工家黨委也在這兩個地方基盤大型的活動 但是這兩個地點都是一個沒什麼方便的地方 就是沒有任何的民生設施 因此山西鄉中蘇偉菌和領域科群發行 來跟鋼雅叫做全能活動 希望可以設立公用便室 方便來到這些鄉親來使用 山西鄉中蘇偉菌表示 基盤大型的活動 當然要求出場 一定要設立公共便室 但是在活動結束後便室也都在貼走 讓便室是去這兩個遊客 根本就沒有可以便室的地方 那麼因為這個點其實在早期 這個遊客很多 那到現在也都會有一些相關的遊客 跟那個拍婚紗的 那麼還有我們這邊都常常在舉辦淨灘的活動 那麼在鄉親在使用廁所的方面 比較不方便 那麼我就有鑑於此希望說 等爭取能夠在這邊蓋一個公廁 讓來這邊活動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上廁所的空間 鋼雅叫鋼雅鋼庫濟鎮成建堂 跌毀少了 像六千安之一的 將會儘速設立公用便室 但是拍展家庫洋 因為環境的關係需要更多 那個就獻祭鄉所說 這一塊要婚紗或發展的部分 那工業局的立場來講 一定會盡量去協助獻祭鄉公所 就這塊的民眾的使用上廁所的問題 會盡量去找一個方案 但現場也看到有一些 需要技術上去克服的問題 我們也會跟公所在做幾集的去研討 看怎樣的方式能夠把它解決掉 今天來我們山塞清安水道和麻藏港 這是知名的水域和景點 民眾有這麼多遊客 包括拍攝婚紗 夏天我們公所辦很多水上的水域活動 也很老人 民眾有這個需求 我們公所表示有一個衛浴的設施 包括廁所跟盥洗設備 那我今天特別邀請我們工業局來回康 來現場了解 我們這個衛浴設備的設施 可以來符合到我們鄉親的需要 我們公所的需求 現場來看 新安水道的部分 目前已經有一個定案 可能會在水道附近 來做一個公共衛浴的設施 那我展開這部分 目前我們會積極的研議 可以克服相關設施上的困難 那後續會有相關的 我們單位再來做後續的一個協調 觀光景點是民眾常常在自己 全都休閒的地點 因此在民眾相關的涉及上 相關的部門 較是應該可能到民眾的訴求 便擦進所設定 讓民眾方便 新中華新聞臉明鳳先生 蔡宏報德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